吃肉的时候 心里默念三皈依 往生 往生静食咒 这样对动物有超度的作用吗 你修行真有功夫 有超度的作用 如果自己都超度不了自己了 你怎么能超度别人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古时候 这个超度 在佛门里面 信息很晚 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是教育 寺院确实是学校 那么当时是两个工作 一个是翻译经典 就是义经院 第二个呢 培养红发人才 指导大众 一教修学 所以它是纯粹的教育 这些超度的事情是很晚 那么在古时候 这个超度是真的 都是有修有正的 高森大德 高森大德 他们心 普通人 没有这个能力 不是依照仪规念念就可以了 这个众生就得足了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古人笔记小说里 记载就很多 那么凡复生 我们修行 没有正果的 但是 戒律持得很严厌 归于神也尊重 那么你依照这个仪规 如法的来做这个佛寺 做超度的佛寺 虽然没有那些 修行正果的人 效果大 他也带点小利益 这个就是诚在里 如果 你没有这个诚意 就不理 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 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 我不记不清楚 在哪个书上看到 好像流传很多 明朝奇迹光 这是个将军 他是虔诚佛教徒 每天都念经干净 那有一次 他的部下 一个小兵过世 过世托梦给他 请他念经干净 给他回家 当然他也很欢喜 第二天 现在他知道这个四兵 过世没多久 就给他念经干净 大概念到一半 他的 侍奉他的人 端了茶来给他 就看他 端茶来给他 他就摇一个手 就摇摇手 也没有说话 还是念他经 摇摇手 那天晚上 这个鬼有了他梦 他说将军 我很感谢你 你念的金刚经 我只得到一半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当中有个不用 他下面就没有了 下面就得不到 他那一摇手是不用的意思 没有说出话来 可是这个意念里面 底下就效果就没有了 那么由此刻 这沉在里面 沉是什么呢 不起一个万念 你不禁念下去之后 一个万念都没有 他能得受用 其实我们今天 这个家里有老人过世 请法师们来送金 来拜餐 来做佛师 有没有效果呢 很难讲 要怎样才能受效果呢 自己家里人跟法师一起做 我们不会做 让法师带领做 那自己有真诚心 那法师领导 我们跟他念 我们念的时候 这一堂佛师的时候 没有一个杂念 有效 所以你请几个法师 只要当中有一个 是真的 一个杂念都没有 他效果 所以自己的亲人 比较容易做得到 希望他真正的利益了 一堂佛师的时候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候 一定要专心 一直 一个念头不及 这个很有道理 呢 是 杂疑 是 highlights 爱 收 这 手